政制是否待著先 在深圳就講到如火如荼 現在還在進行著 不過今天城市論壇轉轉話題 跟大家講講安老服務的問題 因為每個家庭都應該是有老人家的 如果現在老人家已經不在的話 自己和自己下一代都會有老幾天 究竟我們後來那幾年是如何的歲月呢 是不是要受老人院 好像現在我們整天在這幾天鏡頭所面對的 有部分老人院是把老人家打大尺 光天快日之下排隊洗澡的慘狀呢 這個是不是只是冰山一角呢 還是還有其他的問題呢 這個問題解決是監管的問題 還是資源的問題 還是無心無力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請到四位台上講者和我們談談的 題目就叫做老人院淪為若老院 政府無力康政真妻孫 是不是無力這麼簡單呢 我們請到四位 首先介紹一下在我右手邊的 你負責之下的監管出現的問題呢 好 謝謝 我想首先講 剛才姐之鋒講過 我們每個人的家裡都有老人家 我見到今天都有很多老人家在場 就這件事我想我也講過很多次 我和我的同事都是覺得很痛心 也都是真的有切膚之痛感同身受 到底整個問題的根源在哪裏呢 我們都是努力去談吐 這件事很多傳媒或者各方都說 是否到底我們在巡查方面出了問題呢 我再一次講 我們是絕對不容許任何有關若老的行為出現 如果有任何這方面的個案呢 我們都是一定會徹查 會去跟進的 但是坊間很多說 是否事先去到通知 是否已經有報料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是沒有收到任何這方面的確實資料 報章上電視上都說了 但是我想我們必須要有確實的資料才可以跟進 這些是很嚴重的指控 我和我的同事聽到 其實我們心裏都很難過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確實的資料 所以我希望任何人士在這方面的資料 真的要和我們提供 我們才可以跟進到 那回到機制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電腦的機制 在機制裏面呢 是會決定 根據風險呢 決定到底哪些院舍要去到巡查 就不是我們個別的同事自己決定去查哪一間院舍的 而我們都有第二層呢 我們在督道主任呢 是會再去做一個抽樣的 隨機抽樣的一個覆核 那麼我們是要確保那個機制呢 是可以運作得好 那麼當然就這件事呢 將來我和我的同事呢 我們都會再次去到檢視整個機制 到底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更加有效 更加嚴謹 但是我想我在昨天的電視節目都講過了 最終呢 這個真是一個人 對人的服務 在對人的服務呢 不論你的硬件或者機制呢 做得多麼謹慎呢 其實最終你都不可能24小時 或者全時間去看到 那麼對於人的服務呢 其實在院舍方面 同工啦 或者家人方面呢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一起來做一個監察的 就是同工在那個愛心方面 或者家人對老人家更加多的關懷 多些去探一下他 那麼這個我也希望 藉著這次的事件呢 引起了大家對這方面的關注 那麼大家一起去監察 但是在政府方面呢 我們在這個巡查機制 或者在各方面 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更加嚴謹呢 那麼我和我的同事呢 會再去檢視的 有很多時候呢 城市論壇呢 那個主持人呢 就是我自己呢 都其實都很寬容的 不過這次事件 老實說我真的要問一句了 有沒有人需要負責呢? 是不是局長需要負責呢? 還是處長需要負責呢? 你是負責監督,他是負責政策的 那兩方面,現在 電視上每天都聽到 有人說突擊,每天都知道了 你可以說沒有證據 但這些人出來說 我相信都並非空而來風 要不要報ICAC呢? 我覺得今時今日 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受影響的老人家 我們確保他在住宿照顧方面 得到妥善的安排 所以我們昨天都做了緊急的功夫 今天我們在大埔南的 綜合社會家庭服務中心 我們都特別開放 因為我們看到也有些報道 說長者的家人很擔心 說不知去到哪裡可以找到縮位 又說大埔區的縮委 又坐地起假 所以我們昨天都急急聯絡了 安老服務協會的同事 也都急急在大埔區 他們大概二十位的一個 私院的負責人 都同意絕對不會就這件事 坐地起假 我今天同事其實在緊急我們這個支援的服務台 我們都是呼籲各位相關有擔心 或者有問題的家屬 親身去到我們的服務台 跟我們的同事談 每一個個案 我們都會有一位同事去到跟進 我覺得這個是當前我們最重要的處理 何時我們在服務方面 我們都希望以老人家的福祉 最重要是得到應有的照顧 為我們首要的任務 這是我們一些緊急的應對措施 都多謝有這樣的機會告訴大家 因為很多時候過往兩天 我們有些同事聯絡不到 不是親身見到家人 打電話有些情況未必那麼清晰 個別人去不同的縣社問 亦都未必那麼統一 所以我在這裏 我也是再一次告訴所有關心的家屬 不需要擔心 我們在這方面 在一個後著 保障每一位老人家 他的住宿照顧 有一個妥善安排 我們是會盡心盡力 今天 由九點到今晚五點 以至到我們24小時的熱線 其實都可以隨時給大家聯絡我們 OK 謝謝 其他朋友 有誰想就這個問題 先發言 或者 我在立法會開了2012年的時候 我們都要求成立一個 關注到老人家和殘疾人士的 長期護理的需要的問題 其中都是一些縣社的需要的問題 這件事我們知道 不是一個單一事件 因為過往已經太多類似的情況出現了 我們隨便找一些展報出來 主持 2005年的時候 我們說 有安勞院被揭發 用報紙當尿片給老人家 這裡 都真的 還有一些訪問 我也有份 當時還在罵 真的認真覺得不好意思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都做不到事 另外你看看這件事就很嚴重 為強迫一個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食屎 認知障礙症的弱腦問題非常之嚴重 這個2010年 2011年 遺錯藥 遺錯藥的事件是非常之多 我只選擇其中一樣 2013年 這個 一個護理員用掃把插頭 這個都是錄了出來的 用手機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護理員錄了出來 這些事件是不斷發生的 如果我是處長 我會必須第一件事承認 現在的院舍 尤其是在私院那裏 那個質素是有問題的 是相當參差的 陳志玉雖然我們之前都有很多的交流 但我覺得必須承認這一點 而承認了之後 我覺得是要認真去面對 就不要說這件事 我們叫做釘了劍橋的其中一部分 都不是全部 就當解決了這個問題 有很多的 無論是立即要安排一些院友 不要懲罰他 因為這次釘牌 不要懲罰了院友和家屬 如果我是你 我不會放一個服務台 等他來 如果我是你 我會每一個院友 每一個家人 我們社署的同事 要跟他接觸 向他保證 在這段時間內 一定有一個 他認為滿意的安排 是主動跟進 不是等他來 是承擔了責任 這部分 你首先要安好家屬 和老人家的心 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 你這個行為 你就算釘了他牌 你是間接 懲罰了最弱勢的人 第二 你整個檢討 整個巡查 整個監察的系統 要重新檢討 長遠一點 要修改法例 要重新規劃整個 長期護理 包括院舍和社區 照顧的政策 這些事情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只是把這件事 擺在我們絕不容許 我們收到嚴重的指控 我們很痛 很痛心 然後你沒有證據 我們沒有發跟進 我覺得這些 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回頭 處長負責 實際執行 資源 要看看梁振英 看看蔡爺 看看張建宗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要在這裡停一停 第二次 葉處長想回應張超雄議員的說法 我想先澄清 我們的同事 不是說等到今天有個服務台 才去聯絡親屬 其實在過去幾天 就算在我們未出一個通知之前 我們已經主動 逐位的家屬去到聯絡 剛才有說到 到底我不是應該要為這件事 或者社署 一定要有一個承擔 或者包底 我想我再一次重申 我和我的同事社署 是必然會確保 每一位長者 每一位老人家 他在住宿照顧方面 是一定會得到妥善的安排 我想我在這裡 是作出一個承擔 和一個保證 OK 兩位 好 陳先生 雖然這次發生這個事件的安老院 就不是協會的成員 不是你的協會的成員 不是我的會員 但是業界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對於整個安老服務行業 來說是雜無旁 在這件事上面 首先在處理方面 我覺得業界是支持政府 今次採取一個嚴懲的措施 這樣的安排來說 其實對院舍服務的提供者 發出了一個很清晰的警號 無論是公營的機構 或者是私營的機構 日後在他們提供服務方面 其實都要安守本分 尤其是次線的護理人員 應該更加將長者的福祉 就放在第一位 我覺得 私營的發展 其實過去有三四十年 它的發展是有一個歷史的背景在裡面 今天發生了一件這麼嚴重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機會 去推動整個私營安老院 向前發展的 如何推動呢 如何去推動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方案 但是我想先講一講 就是我們希望政府 在處理一些私營安老院的監管那方面 就可以有一個想法分明的制度 好像今次出了事的安老院 其實它是沒有一個生存的機會 它立即被淘汰的 但是如果做得好的安老院 我覺得應該是鼓勵和支持它去提供優質的服務 我也是希望做得好的安老院 政府是可以給私營的院舍 得到和遵助院舍同等的資源去提供這個服務 這個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原則性的問題 尤其在制定安老政策方面 我覺得有一個原則 我們要堅守的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說 要區分公營機構和私營機構 所扮演的角色是做什麼 公營機構它要承擔那個債人很簡單 它要照顧社會上健康最有需要的老人家 和經濟最有問題的老人家 都是公營機構需要承擔照顧的債人 私營機構應該照顧一些經濟方面有能力的老人家 或者它要輪候政府遵助的院舍的時間 排隊排不及了 它有迫切的需要 它就去私營的市場 我覺得我們確立了這個原則之後 我們所有的政策應該是跟這個原則去行 我們會提出一個徹底解決私營安老院問題的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是說 我們協會代表香港四百多間的安老院舍 我們希望在一個月之內 我會提交一個建議書給政府和立法會 提交給香港老年權益的組織 就著這個方案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一個月之後我們繼續開城市論壇 因為安老院舍的問題 立法會已經談了十幾二十年 到現在都是沒有進展的 安老事務委會在做的工作很慢 我們覺得公眾、市民、大眾 今天對於這個問題是急不及待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機遇 推動私營安老院向前發展 有一個脫胎換居的轉變 不是小搜小步的 好 謝謝 李先生同意 同意 我們覺得除了在資源方面要考慮之外 其實本身當然巡查要加強等等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問題本身 就是法例本身有沒有給足夠的力量 給政府的同事去執法呢 我們是懷疑的 因為在1996年 自從安老院條例實行以來 是二十幾年從未有一個主體上的任何修改 其實也都在現在的法例的結構上面 包括本身 就是法例本身 只是一個說你需要拿牌去做安老院 然後規則本身 是定一些只是一個人均現職 人手那些比例 而真是落到一些實務的守則那裏 就往往只是說 那個經營者是需要做些什麽事 但是我們覺得 就是對於真是長者本身 一個法律上面 他的權益 他的保障 那裏是沒有的 實際上現在都出現一個問題 譬如說 可能政府去考慮 去檢控有關的院舍的時候 我還是要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法例可以去做 甚至說要 需要去報警 就不是本身 用回社會福利署本身 你的法例可以給你一個權力去做 我覺得這一方面來說 就是 就是會是一個 本身是需要一個 很正式的檢討和修改 我相信這方面來說 可能立法會那方面 都是要留意一下 我想這個二十幾年 完全沒有改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追不上時代 亦都在當年的歷史上的發展 那個條例是因為 當年我也有 肯參與 那個諮詢 當時看到政府 去成立這個條例的時候 定那個基線是很低的 因為當年的私營安老院的水平 是更加 比今天是更加低 為了不會令到 突然間有大量的私營安老院倒閉 所以定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甚至還有豁免期等等 但是到了二十年的今天 如果我們還要維持那個水平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希望政府那方面是能夠正式的問題 好多謝陳先生 剛才講了一些建議出來 不過作為一個主持人 我們新聞界很多時候都是逆向思維的 你說怪我 不好意思 講一些可能你不太好聽的東西 你剛才說要經濟好的 健康好的 去私營安老院 那個收費 政府津貼到你差不多跟公家一樣 其實聽上來 講得不好聽 你不是好著數嗎 經濟好的 健康的 是容易做的 錢夠的才去你那裡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政府做完它 因為錢又夠 什麼都夠的時候 不需要你的 我覺得有一個原則 我覺得要堅守的 今天香港的發展 我們覺得在長者的長期護理服務方面 是需要有一個很鮮明的政策 如果公營的機構 香港的有錢 有經濟能力的人 都用了公營機構的資源的話 其實是分駁了 有需要那幫長者的資源的 這個是完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 有經濟能力的長者或者家庭 應該給它去私人的市場 接受服務 其他的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我們 譬如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 日本 其實他們在長者 遠者的照顧服務方面 發展得非常之成熟 和非常之好的 我覺得是可以香港 去參考外國的經驗 日本今天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是百分之超過二十五的 香港要十幾年之後才達到這個標準 我們覺得是需要推動香港 作出一個改革換面的一個轉變 這個是 徹底改變的意思 徹底改變 我想我們長期護理服務 當然有市場的位置 亦都有公營服務的位置 不過我們現在都調轉了 亂籠 我們政府就迷信市場 就不斷將私營的那裏擴大 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說縮位來說 六七成是私營的老人院 超過七成 超過七成 其實很少數是遵作 但實際上我們住院的老人家 現在是七八成都是拿著縱援 其實是基層 其實是他們拿著一個最基本需要的東西 那我同意陳志玉的說法 就是如果我們正基本的服務 一個醫院社的 其實政府應該承擔了 然後基本以外 譬如說好像我們去醫院 我們有些人覺得公立醫院 服務、設備不夠好 我想豪華一點去私家醫院 沒問題 你就給錢去私營的院 但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七成是私家醫院的縮位 那些質素就是基本的水平以下 整體來說 當然有小部分很高 那就是要提升這個水平 但是整個方向是錯了 就是我們要反過來 現在要盡量擴大公營那部分 令到它可以給到一個基本服務的水平 然後私營下面那些 麻煩你全部淘汰它 全部上去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首先我們的先決條件 就是政府要願意承擔這件事 就是他說 我要講七八成的老人家 我們基本的院社服務 這個照顧 我們會承擔 這件事他們不做 好 我們究竟有多少老人家住在全日的老人院裡 包括公私營 全部全港住在院社包括公私營 六萬多差不多 有多少人在公營或者津貼裡面住 如果在資助的縮位是二萬多到三萬 所以不是剛才說七成那麼多 那一定要講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們講 資源我們要集中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你說是否真的全部資源都擺去院社 我們其實很多 譬如產質人士的照顧 如果再照顧多一點 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老人家去光 公津機構裡面 在講多少錢 我們每一個縮位 其實在資助的縮位都是相當昂貴的 一些護理的我們去到差不多 超過一萬四元一位 一萬四元 而去到我們講 護養的去到二萬幾元一個 我想大家計算數都會知道 其實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 但我還是要再一次說 其實最終這個回到人的服務 就是在任何院社 我都希望我們的同工 真是用一個尊重長者 關心長者的精神去照顧 因為任何人的服務 不論你的硬件 你的框架做得多好 最終都是對老人家的尊重和愛心 才可以提供到一個最幫到老人家的服務 不是單單說那張床位放在哪一個地方 就可以解決問題 對於一些想在家裡安老的 我們都盡力 當然我明白 社會對我們的期望還有落差 但不是單單說解決那個縮位 全部變成資助 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不是喔 如果縮位可以全部變成資助 你相關的人手 那方面的配套就齊齊齊齊 大家happy都覺得 有什麼問題 不會有問題的 我想我最終這個牽涉到 我們是不是把資源 放在最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們說一些他是有能力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資源 因為其實在社福之下 我不說其他教育房屋的問題 在社福之下 我們對於殘疾人士的照顧 對於一些弱勢的社群 不是啊 處長你計算數給我聽 如果把這些人全部放在公樽機構裡面 在說多少錢 我當你二萬個一個 二萬個再加多兩萬五人 導演可不可以跟我計算數 這樣按機 在說多少錢 我們現在八千多億 是不是真的做不到呢 我也害怕啊 我六十了 真的有問題的 八千億處理不到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 沒錯 我們見到現在 政府在基建那裏 真的完全是倒水落海 你看一下 現在我們高鐵 超支都是 分中超過二百億 只是超支那部分 加上可能現在都在說九百億 甚至過千億 沙中線 廣珠澳大橋 未來三跑 人工倒 即是太多了 即是數以千億千億這樣倒下海 但是我們現在老人家 今天的需要 最必須的需要 我們現在是說二萬多人 乘二萬一個月 有這個數字嗎 這個還未計 不過 怎樣計 我就不相信 我們是負擔不了 不過另外我覺得 要說回 處長說 我們香港老人家住院率是很高 這個是政府一手造成 大家不妨想一下 如果你家裡現在有一位老人家 需要二十四小時照顧 你有什麼辦法去解決呢 你如果家人不是能夠 要不就請一個外傭 要不就找一個家人 二十四小時照顧 不過這樣的照顧法 家人都會想 所以其實 因為社區服務是太不足 我們無論家居 或者一些日間的照顧 都是太嚴重不足 而需要是立即的 只要你即時解決不了 你唯一就是去院舍 而瓶座院社就排長龍 排到死都等不到的時候 你便是私院 這個是你一手造成的 我們今天其實要談的是 怎樣徹底去解決私院的問題 張議員上次在立法會 其實你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特首答了 我覺得不要錯失這個機會 政府來說 特首已經承諾了 政府願意在土地方面作出承擔 下一步就是看立法會 和民間團體怎樣去支持 今天私營安老院 面對最大的困難 是那個用地的問題 香港是沒有這個規劃的用地 譬如我們是否可以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如果政府願意承擔的話 這個是解決了私院徹底的一個問題 在每一個社區 由政府撥地去輕建一個二三千張床位的一棟 大型的安老院社 給區內一些私營安老院搬遷 而搬進去的一棟 院社裏面 需要達到夾一標準的水平 這個是徹底解決現在私營安老院 那個資源問題的一個根本的方案 土地的問題不解決的話 香港這麼高的樓價 你想想 現在拿的縱援金 六千至七千元 租個通房 差不多三四千元 剩下可以做服務的資金 只有三四千元 現在五萬個老人家拿的縱援私營 我覺得是怎樣去解決這一部份的問題 這個是需要有一個方案去處理的 我剛才請導演跟我計一條數 就是如果一個人是二萬元一個月的話 兩萬五千人一年的花費是六十億 六十億不算少 但是在我們目前的經濟狀態來說 也不算多 主持人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我說我們現在住院的 差不多六萬多七萬的老人家 住在我們資助的二萬多 所以實際上還住在私院的 又去到四萬多 就不是你說兩萬多的數 但是我也是要再說一次 其實牽涉的問題不單止是資助問題 政府在資源到底是不是老人 殘疾人士其他這些有需要的團體 全部都是要資源的 到底我們如果在社會上 有一些人的經濟有能力的話 在私院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不是沒有水平的私院是不存在的 實際上同工我知道都很努力 有一些私院的水平都很好 背後的問題不單止是說 很簡單把它全部轉為資助 我們對於人手的培訓 員工的態度 以至我們剛才說 在我們的守則方面 我們對於怎樣跟老人家洗澡 這些我們都是有指引 下一步我們要去 其實要針對 無論管理層或者員工的培訓 這裡我們都希望去做多些 變成這個不是單單一個錢的問題 處長 一個小孩子上學 學校對他好不好 他可以回家講 這個不是最弱勢 最弱勢是躺在裡面 講都講不到的那些 那些才是最慘 老實說你不是管錢的 就是用錢來騙你 沒有什麼意思 不過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你說不夠錢 香港現在的稅率 是百分之十五十六十七左右 為什麼我們全世界稅率最低 但是仍然有這麼多盈餘 都不去想到一些辦法 梁振英先生 請你去想一想 好 我們先休息一休 好 我們休息一休 我想借這個機會講的 謝謝 謝謝 其實剛剛處長說人手的問題 正正就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本身現在 譬如說在整個運作裡面 可能是很低的收費 形成一個很低的質素 請的人的時候 就自然不會是 給人工高 也都是 終局時間很長 也都 就算是譬如說 買位啊 或者各樣東西的時候 也都其實 對比資助院士 是有一段距離 那你譬如說 要那些年輕人入行 一看 人工說工時長 人工低 你怎麼可以吸引到 本地的年輕人入行呢 這個本身就是 變成了一個很基本 政府肯不肯在這方面 在經費上有一個 承擔的問題 正正就是現在 衍生很多質素的問題 就是說 本身 我們請不到人了 總之 有手有腳 來到 我不管他的態度如何 他就做了 在這方面來說 實際上 就是說 這個 根本的問題就是 政府在出錢的時候 經常去想 就是 基本上想 我怎麼可以 不用出這麼多錢 就可以做到 有人做到了 有什麼事才 看看怎麼解決 以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 不能夠 就是這樣下去 好 麻煩你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鄭國進 其實投放資源 比你們更重要 你們在那裡談 如何關心老人家 好像舉一個例子 區議會的一億計劃 有一些社區 建設社區中心 以及做牙科保健 真正幫助老人家 但觀塘區議會 竟然是拿筆錢 拿五千萬 建了音樂噴傳 為什麼不把這些錢 真正用回這些 有需要的地方呢 所以我們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未來兩個星期 都會在街站 觀塘區的街站 收集一些簽名 去推翻這個大白像工程 希望那麼多位街坊 都不要再沉默要關心 我們的血汗 才究竟用在哪裡 好 麻煩你 後面有一個叫做 反軟社圈社工陣線 大家好 我是反軟社圈社工陣線的代表 其實剛才 政府經常都說沒有資源 但接下來 政府又會放資源 在九月推這個軟社圈的時候 到底政府是否真的沒有資源 去放進去 做多些資助的服務呢 其實現在政府經常都說 要居家安勞 但這個軟社圈根本就是把老人家 推向一個沒有質素的市場的時候 到底是否要幫老人家 過一些沒有專業的生活呢 現在經常說沒有地沒有地 喂 私院都拿來做超級市場 人手比例 私院一百九老人家 只有十七個人去照顧 一天洗一次糧都不夠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是否真的厲害呢 現在擺明就是政府請客 給錢請客 社工 要我們這些前線社工 去做一個點財服務 私院就去收錢 給錢的是誰 是老人家和長者 這樣的時候 我們在座有這麼多位長者 我們自己都是父母 我們自己都會老的時候 我們是否又要接受這些 這麼沒有專業 這麼低質素的一個晚年照顧呢 好 麻煩你 那裏有些家屬 請